台湾其实有好多的陈述局门 今天要看到的是桃园县的这位85岁的老先生 他自己根本就是靠石荒为生的低收入户 生活就已经很刻苦了 但是呢 他还是把三年来辛辛苦苦石荒 存下来的二十几万全部捐了出来 带着斗笠拿着黑色垃圾袋 文艳艳缓慢推着推车 仔细整理着刚捡来的回收物品 平日他靠着石荒一点一滴存下血汗钱 三年来好不容易存到二十多万 现在他要全数捐出来 今年85岁的文良才虽然年事已高 但身体十分硬朗 退伍军人的他原本靠着每月两万一千元的退休凤 和妻子相依为命 但几年前太太车祸伤到脑 庞大的医疗费用几乎花光 两人多年存款 为了生活文艳也在三年前开始石荒 贴补家用 文艳也每天早上八点就出门捡回收物 平均一天捡六个小时 所得在两三百元上下 节俭的两人把一天开销省到两百元内 衣服家具都是捡来的 三餐还是从邻近学校打包 学童吃剩的营养午餐 就是这样知足的个性 文艳也说钱够用就好 乐天之命的他好不犹豫 把三年来石荒存下的二十多万元 全数捐出 因为他说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 真的太多了 中天新闻黄主华 我一听桃园采访报道